来关心嘉义蒲子的香瓜阿嬷 她贷款了30万元 种香瓜 结果台风过后 她回到了香瓜田一看 这一大片的心血都白费了 她站在香瓜田前 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我们要请记得王月芳来告诉我们 月芳 主播各位观众 嘉义蒲子的香瓜阿嬷 真的让人非常的心酸 大家也都非常关心她 那我们可以看到呢 今天一大早晨 阿嬷是再度的回到香瓜田 来巡视状况 那么虽然呢 香瓜田的积水已经退了 不过呢 这一大片的心血也全部都泡烂了 阿嬷站在香瓜田前呢 真的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为烂掉了香瓜要抢收 但是一大片又不知道要从何做起哦 阿嬷很难过又很慌张 不过她也说呢 对外界的援助呢 因为别人赚的也是辛苦钱 她不能接受 所以呢阿嬷是挽拒金钱援助的 但是希望呢 但她希望呢 政府能够帮忙 针对她香瓜田的农子部分呢 给予应当的补助 其实呢阿嬷的处境引起外界很多人的关心 甚至还有网友为她成立了粉丝团 希望可以帮助她 而嘉义的胡子市公所人员呢 以及里长呢 更是电话接不完 而市公所人员呢 目前也已经前往阿嬷的住家来了解状况 那么这是目前相对情形镜头 召唤同类出播 好 很多网友呢 看到了这一个画面之后呢 都觉得阿嬷真的是蛮可怜的 想要来帮帮她 没什么事啊